一说就是什么脱色 5S压榨工艺 这都是现代工艺 所以现代工艺榨油相对来说就比较容易 导致什么呢 导致我们今天的油比较便宜 我们今天每个人吃油量比我们小时候要大很多 我们小时候每个人每个月只有半斤油 250克 每个人你们家里四口人就二斤油 你今天说二斤油怎么够吃的 我吃一回水煮鱼就没了 对那时候一家人一个月就二斤油 你有钱也买不着 它是凭油票的 到岁数的人都知道有油票 不知道的人以为这油票是贴信上的油票 不是 就是你拿到富士殿那上面写着半斤 拿这半斤给收货员搭上钱拿一瓶子打半斤油回来 所以油呢 起码在我年轻的时候还是一个非常匮乏的物资 那么烤呢 它跟煮一样 它是人类最原始的一种烹饪方法 一烤这油就滋出来了 它直接建火 人类喜欢这个吃烧烤 吃烤呢 它肯定是源于自然的一种启发 自然的山火一动 打火一招 动物就烤熟了 一烤熟了以后发现这肉香 它不仅仅香 它还有一个功能 是它防腐 一个动物的尸体如果在自然界中很快就会腐烂发臭 但如果被火熏烤以后 它会保存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那么人类发现了这种自然界中这种功能就出现了一种保鲜的方法 就叫熏 所以到今天我们很多南方地区还有熏肉熏鱼 比如这个肉啊 就是过年过节了 宰一个猪 然后就搁棚子里 呕着熏 那么一烟 就是浓烟熏它 不停的熏 熏熏熏就把它保存下来了 所以什么时候吃 什么时候切一刀 能吃一年 甚至搁多少年都没有关系 那么这种熏呢 包括熏豆腐干呢 很多人就喜欢吃这种烟熏火了的味 这是一种饮食习惯了 那么烤到今天 依然有这个 有魅力 对不对 我们生活中经常吃烤的东西 比如在北京啊 最有名的菜是什么呢 北京烤鸭 北京烤鸭 北京烤鸭是一个很大的误会 过去外地人都以为北京人特别会吃鸭子 你知道北京过去菜市场里根本不卖鸭子 北京人不会做鸭子 想吃鸭子就一定得去餐馆吃烤鸭 我们今天吃烤鸭是个很平常的事 进餐馆啊 很多餐馆都有烤鸭啊 这菜也没有专利 谁都可以烤 只不过有烤的好坏区别 但我们小时候北京的餐厅就是除了全聚德 没有人有烤鸭这道菜 一个人一辈子能吃一回烤鸭 就能说一辈子 这一辈子都说我吃过烤鸭 所以北方人啊 尤其北京人几乎是不吃鸭子 不会做 我们今天老师说烤鸭有很多种 比如电炉的啊 气炉的啊 现在更多的大家标榜的啊 北京现在不批了就叫果木烤鸭 为什么使用果木呢 哎 这事有点新鲜啊 你比如松木百木 松柏枝木是不能烤鸭的 因为松柏枝木它出油烟子啊 那个味道非常呛 所以它不能烤鸭 柳树啊 杨树这种非常康的木的 它不耐烧 一进一会儿就呼啦呼啦就烧完了 所以就要用果木 因为北方的果木啊 它种植一段时间 这水果水果的风果七一过 它马上就砍了重新的这个种新苗啊 你比如苹果树啊 梨树啊 都是这样 那么这些果木呢 本身长不大 又七九八八 这木头又没法去应用 所以都结成一段一段 当时就用它来烤鸭 结果果木本身它没有异味 没有异味就算是香味了 所以果木烤鸭呢 就被标榜有果木香味 这果木烤鸭就这么来的 那比如我们的广东广西啊 有什么呢 烤乳猪啊 比如广西的烤香猪 这么大的猪啊 全猪烤出来 烤得非常的脆啊 脆的跟炸排叉似的 非常的脆 你比如我们的新疆啊 内蒙古啊 有什么呀 有烤全羊 这种整只的烤全羊啊 一只羊烤上来 然后切下来非常的香啊 这种烤制呢 有的是事先要经过腌制的 腌制以后烤出来呢 就直接吃那味道 如果没有经过事先腌制呢 这个等烤熟了以后 就站着佐料去吃 那么烤的食物在全国啊 最为普及的是什么呢 就是烤串 满街的烤串 很多烤串的贩子跟城管斗智斗勇 天天的啊 但是烤串很多人喜欢吃 尤其夜市上啊 一人拿一串 一串一人拿好几串 吃完特香 烤串呢 也变得越来越丰富 过去烤串指的就是烤羊肉 后来这个烤这个各种动物的内脏啊 烤鸡啊 烤什么我见过烤鸳 烤鸽子啊 烤各种这个海鲜啊 烤什么的都有 那么烤呢 它这种烹饪的方法 最注重的是天然的香味 如果火恰到好处 所有的这个你所烤的这种 主要是肉了 不管你是牛羊啊 还是猪啊 甚至烤鱼啊 它天然的香味就出来了 所以它就要配以佐料啊 吃的吃起来非常简单 你说起烤肉 北京啊 有这么两个很有名的餐馆 一个叫烤肉祭 一个叫烤肉碗 就是一个姓祭的人 发明的烤肉 一个姓碗的人开的餐馆 这个烤肉祭烤肉碗 这个很有意思 它这种烤肉啊 跟我们想象中的街头 这烤串完全是两回事 它实际上是一种翻炒 它这种翻炒不是在锅里 在锅里呢就叫炒肉了 对不对 它是在一个 你没见过这东西 它有点像扣过来的饼撑 略有一点骨 就有点像一个浅锅扣在火上 炒的时候 你想这东西不停的往下掉 它就不停的翻炒 很快就炒熟爆炒 这种烤肉祭烤肉碗 在民国的时期 在北京请人家吃一顿烤肉碗 或者烤肉祭 那是天大的面子 为什么 那时候人吃一回肉 能足足的吃一回肉 是一个非常享受的事情 那么西方人呢 西方人最初呢 是烤面包 对不对 我前些去年吧 我去这个 这个意大利啊 看到这个旁贝古城啊 里头的这个烤面包啊 历史上2000年前的人 怎么烤面包 2000年以来 西方人的烤面包 是这个从未间断 所以西方的今天的主食 都是烤面包 我们过去认为 我们小时候吃烤面包 就是吃面包啊 是零食 没当主食吃 比如春游的时候 拿一面包特香啊 而且我们过去那面包 都是早早的就烤好了 很少有吃出炉的 鲜面包 新鲜的 非常香的 那么西方的面包呢 是作为它的主食 所以你到西方去 面包的品种很多 比如我们都知道 法国的面包叫什么呀 法棍 对吧 大早上 只要你到法国巴黎去 你早一点起床 到满街都是人 拿着法棍 或者抱着法棍的人 这么长啊 比胳膊细点有限 比如你去俄罗斯 俄罗斯最著名的大面包 这么老大个儿 中间一道 咧着 所以叫咧巴 你去哈尔滨都能看到 咧巴 那么西方的这种面食 就是以烤 所以它不大会蒸 我们是蒸 蒸馒头 人家是烤面包 那么我们看这个地理位置啊 大约就是在这个 今天的亚非欧三州交界 比如埃及这个地方 往西 它主要的方法啊 就是它这种面食的方法 就是烤 我们往东 往我们这边走 就是蒸 所以我们有蒸馒头 有蒸花卷 有蒸饼 对吧 那么我们有没有直接烤的主食呢 有啊 太有了 你到新疆去 有一种东西叫囊 这个囊就是直接烤出来的 它搁在那个灰堆里 烤出来以后呢 这个囊一搁 搁半年都没有问题 它不会坏 那么我们呢 还有一种东西叫什么呢 叫火烧 对吧 火烧也是烤出来的 火烧到今天在北京 偶尔有的地方 你还能看到啊 我每次看到都在那看半天 还一定要买一个尝尝 它火烧 为什么叫火烧呢 就顾名思义用火烧出来的嘛 它直接揉完了这个面 搁在炉堂里 直接从下面 直接贴上去 烤熟 烤熟为止 至于后来 后来在饼称上 烙出来的东西 都叫烧饼 火烧跟烧饼有点区别 过去说烧饼带芝麻的 对吧 后来就发展成烙饼 北京有各种烙饼的方法 比如特别好吃的葱花饼 是吧 烙葱花饼 这饼里搁上油 搁上葱花 烙出来就特别香 卷起来吃 所以它有一种特出的吹具 叫饼称 这称字挺难写的 其实不是难写 这称字挺难认的 一个金属边 一个当当 当代的当 当当网的当 有人没文化 冒充有文化的时候 就把饼称念称饼当 这就显得很有名文化 因为你不知道是什么 那么再有就是烙 烙饼 你看我们今天都说烙饼 烙饼 我认为烙这个字 有可能是一个俗读 是一种口语化 它应该念烙 所以现在中国还有的地区 古风袭袭的地方 可能还保持着说烙饼 这样一种说法 那么比如袍烙 袍是过去我们说的 讲过的一种酷刑 那么袍烙呢 这个它这俩字啊 俩字是五个音 你知道吗 所以我们也可能读成包涝 所以这实在是难为外国人 就中国人读这个字都很难读得非常的准确 那么到底是刨烙呢 还是刨落呢 是刨落 我们现在一般的读刨落 比如这种刨落啊 这种刨落 它都需要一种导热极好的金属介质 必须是金属的啊 我们今天一般都是铁的 大家都喜欢炒菜用铁锅 烙饼用铁饼称 为什么用铁的呢 我们现在新发明的一些涂了各种什么杜邦的什么涂料的 那都不一定科学啊 据说那很科学 但是不一定健康 人体内要补充一些铁 所以铁锅炒菜有人认为好吃 铁锅烙饼有人认为它里头有微量元素 那么我们都不知道啊 就是比如说刨落 我们说是一种这个商议前的刑法 我们讲刑法的时候讲过 就早期的刑法基本上都是烹饪技术 把这人直接就包在这个金属的柱子上加热 把你弄死 把你烤死 所以我们也闹不清楚是刑法跟餐饮烹调技术学的呢 还是烹调技术跟刑法学的呢 我们就不知道了 我们今天说烙饼的烙 一定要隔着一个金属媒介 所以一定是在饼称上 所以才称之为烙 生活中还要说烙印 为什么说烙印呢 烙印最初啊 这是用在马身上的 那个庄子上就说过 说过烧之替之克之烙之 马过去在分这个财产 或者辨识是谁哪家主人的时候 他一定在马屁股上 就是马钉上 马钉上 打一个标志 一个红的 我前两天还在一个文物市场看见 有一个人 这个有一个就秀实的太厉害 它上面都是有各种图案的 有的是字 有的是图案 他把它烧红了以后 罩着马屁股上 啪啪就一下子 这一下子不仅是把毛给撩着了 一定要把那马皮撩出这个痕迹来 你就不知道马那一瞬间有多疼 这实在是不道德 在马屁股上就落出一个印子 这印子跟随他一生 所以就知道这马是谁的了 我们刚才说袍洛 今天跟袍洛相近的一个词汇 叫袍制 是用于中药 那么袍制的过程 实际上是中药的一个提炼的过程 它减轻它的毒性和副作用 所以我们到今天还能看到 同仁堂的很著名的对联 今天还悬挂在他们大堂的左右 上联就说的是袍制 袍制虽凡必不敢省人工 品位虽贵必不敢减物理 他说袍制这个过程 是非常麻烦的一个过程 但他不敢偷工减料 说的是这个意思 也是同仁堂的祖训 那么袍制这个词 除了在中药上用 在我们生活中 如果遇到袍制这个词 大部分是带有贬义的 比如说过去说什么袍制反动纲领 说的袍制是指引申成 这另外一层意思 那么我们说烙 烙在加热中很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它容易糊 掌握不好火后就糊 我们今天火后非常容易掌握 是因为是煤气 你一拧这火就小了 过去不是 所以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去烙饼的时候 经常是不行火太冲了 把这饼盛拿起来 上面加一块铁板 隔一下热 由于过去怕这个饼烙糊了 怎么办呢 就里头多搁一点油 油算一个介质 它可以缓冲那个热度 那么逐渐逐渐 人就发明了一个烹调方法 叫煎 煎呢 它具备几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是小火悲火 第二要少油 所以相对时间就比较长 你比如我们早上起来 过去说这饺子剩下了 凉了 煎一下 一定是小火 如果你大火煎出来的饺子里头 还是凉的 不好吃 所以小火少油 慢慢煎出来 特香 跟煎比较同等的 都是指时间 需要较长时间 主要是有包 比如熬 它都是用小火 一定不能用大火 但是煎是刻意的 要放缓时间 你比如煎鸡蛋 煎鸡蛋 有人是喜欢吃那个生的 就是煎一面那面 那个还是糖心的 但过去很多人吃煎鸡蛋 尤其过去传统的老年人 吃煎鸡蛋 一定两面煎 一定要把它彻底煎熟 所以火一定要小 那么再有就是北京非常有名的水煎包 那当然上海也很有名 这个扬州也很有名 水煎包好像在全国哪都有名 它就是需要小火慢慢煎 一定要煎到这包子 有一层微糊的硬壳 吃起来吉祥无比 那么火就发展成 后来就是炒 炒今天是一个很普遍的词汇 一开始肯定是干炒 比如炒瓜子炒栗子什么的 都是干炒 那么后来炒菜 我们这个北方人一般都说炒俩菜 南方人说什么呢 说烧俩菜 说这上面还是有区别的 那么再有一个就是很奢侈的饮食方法 在过去很少用 今天很多用 叫炸 北方人叫炸 炸油条 炸油饼 南方人有时候说炸 我们说煎和炸之间有一个界限 这个界限是什么呢 是以油没过食物为界限 没没过食物的油一般都为煎 没过食物 比如半锅油 直接往下 下油锅 这就叫炸 油在过去 非常的稀缺 我们小时候吃一回炸油饼 这奢侈的要命 攒好几个月的油 最后吃一回炸油饼 炸完油饼的油呢 也不能倒掉 还得炒菜 还得用 前两年看过一个电视片 就说一个孩子创业炸油饼 他的特征就是每天炸完的油全倒掉 就说因为都使用新油 里头如何如何食品安全 如何如何好 但我看着多少有点心疼 我们过去炸完油饼的油还是吃掉 但是今天确实因为食品安全 说这油反复的使用 高温炸是有致癌物质的 所以一定不能反复的使用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 有一个非常流行的电视剧 叫我爱我家 我爱我家 里头有一个特有意思的桥段 就是宋丹丹演的和平说 等我发了财 我早上起来 我先孤登喝一口香油 这个为什么说孤登喝一口香油 显得有钱 我们盯个十点十一点 我们才起床 起床以后 我们先喝一大碗香油 你今天想你孤登喝一口香油 你咽得下去吗 你咽下去你得把昨天 头天晚上吃的饭得呕出来 对吧 你觉得腻 可是在过去不会觉得油腻 当你体内非常缺油脂的时候 你觉得油其香无比 我就喝过 我们那时候插队 偶然进一会餐馆 那剩下的油汤子全都喝了 一点都不会腻 不会腻 一会儿北京有一道小吃 很有名 但是名不富实 叫炸灌肠 炸我们刚才说了 炸和煎之间 炸是油磨过来 煎就是一点油 这炸灌肠实际上是煎淀粉 第一它没肠没肉 它就是淀粉 做成圆的圆状 切成片 第二它不是炸 它是煎 过去可能给这种 它上面再弄点蒜汁什么的 冒充有肉腥的味 其实它没有肉 它就是因为过去的人穷 又要解馋怎么办呢 就是用淀粉 用这个动物油 猪油 去炸这个淀粉 不是炸就是煎 煎完了也很香 也很脆 是北京一个小吃 那比如 北京有一道名菜 其实南方可能也有 我就是不清楚了 叫干炸丸子 干炸丸子 你听着容易 做起来很难 这干炸丸子要做成什么样 才能过关呢 就是今天的干炸丸子 做完了 上菜的时候 底下割一张餐巾纸 白白的 把这丸子往上去割 端上来 你把丸子吃完 这纸上连个油星子都没有 这就叫技术 这技术叫什么技术呢 叫收油技术 这收油技术呢 人家都是密不外传的 我经过反复的去问 人家看着我不像个厨师 所以呢就把这绝技告诉我了 怎么去收这个油 我们去炸丸子 丸子本身是要有油的 因为你肯定是肉丸子嘛 干炸丸子是猪肉丸子 那么我们在油锅中炸的时候呢 你要想把它炸熟 你肯定不能高温 因为高温呢 它迅速外面壳就硬了 里头还没有熟 越高温越不能 所以有炸冰激凌嘛 它就是用高温 越高温里头越化不了 因为它迅速外面就保护起来了 那么它是用高温入锅 入锅以后形成这壳以后 捞出来在中温中 在油的中温中把它炸熟 炸熟以后再到高温中呢 再度炸一下 收一下油 所以它的油就 该出来的油就全出来了 不该出来它也再也出不来了 所以这个干炸丸子 炸完了以后 搁的多长非常漂亮 旁边是胡椒盐 蘸着吃 非常香 要那个脆劲 那个香味 再有 就是我们在中国 祖国大地到处都可以吃到的 炸油条 炸油饼 炸油条 炸油条有一个事 我一开始老不解 说为什么炸油条要两根在一起 你们在全中国哪吃的油条都是 两根 一丝 一分为二 我们小时候吃不起的时候 俩人买一根 一吃 一分开 一人一半 对吧 它为什么要两根在一起呢 文化上有一个附会 说这事是宋朝人发明的 说宋朝人呢 他当时恨死了那秦桧了 说把他们夫妻俩搁在一起下油锅 宋朝也够奢侈的 就不让他们俩人下了油锅 所以这油条就两根在一起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我告诉你很简单的一个原因 如果我们炸同样的一根油条 就同样粗 不是用两根用一根的面炸出来呢 这油条呢 不容易熟 因为它粗 一旦你把它彻底炸熟的时候 外面可能会 颜色会变得很重 很硬 所以它用两根在一起的时候呢 它就会变成了 这个非常容易熟 所以呢 就是有网友都调侃 现在网友都是天才 说一根油条的时候呢 因为太孤独 说瘦弱的身躯呢 让人家看着就显得憔悴 那么两根在一起呢 油条最幸福 满满的都是爱 一起变成大胖子 你看 这两根油条在一起的时候 它一定要轻轻的稍微的旋转一点 不能旋转多了 旋转多了那是什么呢 那是麻花 所以三根在一起 那是麻花 这麻花跟油条有什么不一样啊 油条是发面的 麻花是死面的 所以麻花可以脆 所以人家说三根油条要在一起炸 那就很累 三角链嘛 很累 所以总有一根发不开 会受伤 麻花这东西 从理论上讲 它是不怎么开心的 你想三个东西拧在一起 直接下油锅炸 除了咱那沈腾 谁也不能把麻花弄成 开心麻花 在我们的烧烤食物中 烤串 应该是人类最为原始的一种吃法 也是最为快乐的一个吃法 这个今天啊 这个全国各地都有烤串 露天烧烤呢 有时候有带来一系列问题 比如扰民 比如乌霾 但是它确实吃起来非常快乐 比如有一瓶啤酒 有几个烤串 大家在聊着天 尤其在夏天的 晚上的凉凉的夜风中 觉得很快乐 如果我们想吃正宗的烤羊羊串 一定要去新疆 我1984年去新疆的时候 这个印象深刻的就是吃烤羊羊串 朋友们请我们去吃烤羊羊串 然后到那坐下来以后 他就说先数人 1234567 说七个人先来700串 我一听着就惊着了 怎么能来700串 说你放心 肯定这就是头一道 这700串羊肉串上来是什么样子呢 我告诉你啊 当时的那个羊肉串非常的细 很细的钢签 我在内地没看见过 插的那个羊肉啊 非常的薄 就一丁点 100串就这么一掐 然后吃特别香 洒满了孜然辣椒 你喜欢吃辣多撒点辣的 你还可以稍微自己烤一下 当时的羊肉串啊 这是一级啊 另一头是细碎的 另一头是大串 一串这么长 每块都跟乒乓球那么大啊 那烤着也好吃 当然一个人 我估计吃不了一串 可能当地的人能吃啊 我们年轻时候也能吃啊 哪吃多少都不咸多呀 那么今天啊 我偶然的情况下 看到一个小视频 看到人在那个翻烤羊肉串 跟翻烤的跟丝绸一样 非常的感人 我一下就回想起当年啊 我们听着小曲 欣赏这维吾尔姑娘的优美的舞 先跟我们周圈的国家比一下啊 我们的烧烤有什么不同 比如你去日本啊 如果你能吃一顿铁板烧 那是花费不小啊 铁板烧在日本的餐饮中 算是比较贵的 如果你去韩国啊 你在看韩剧啊 也是烤肉啊 也是铁板 但发展到我们国家啊 比如我们北京 北京到处的韩国烤肉 都是网状的 碳火直接烧烤 韩国烤肉 再有就是你去土耳其啊 我去土耳其 那烤肉比较邪乎 它叫旋转烤肉 这么粗 有一米多高啊 在那转着 烤的全是流油啊 拿刀一点一点切 吃多少切多少 还不是切 是削 往下削 刀飞快啊 那么人类早期啊 吃这个油脂啊 更多的是动物油 我们吃大量的可以食用植物油 无非就是近年的事 过去我们有个词叫 民脂民膏 比如古籍上说 耳缝耳禄 民脂民膏 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那么这个油呢 实际上就是这脂啊 我们现在说的脂肪 脂肪就是一层油嘛 一层肥油啊 高 那么过去 中国话啊 我老说都是单字单音啊 这个 民脂民膏 脂膏是两种什么东西呢 古书上是这么解释的 说啊 有脚的啊 比如牛羊 它这油叫脂 无脚的呢 就叫膏 所以牛油羊油统称为脂 那猪油就称之为膏 那比如我们今天说的 这个羊汁玉 羊汁玉呢 它说的很准确 它是按照羊油的这个说法 我们的过去 这个古人的规矩大 比如礼记中的记载 就当时的烹饪 脂呢 用葱来调味 膏呢 是用酒 韭菜 我们都知道五辛 就是五种辛辣的这种调味品 那我们今天啊 这个脂更多的是脂肪 我们今天说油就是油了 也不再说脂了 比如我们在生活中 有时候偶尔还能碰到 比如你吃螃蟹的时候 母蟹叫什么呢 叫黄 说这蟹有黄 宫蟹有什么呢 就说是有膏 这个膏状就有点优脂状 我们在汉唐之际 古人就比较辛苦 很少吃油 所以古人很少有发胖的 这个油呢 会在身体内沉积 汉唐之际 我们吃的主要是芝麻油 这个我们要感谢这个古人 感谢汉代的张迁 他出世西域以后带来了芝麻 芝麻是很容易出油的 到今天小磨香油都是芝麻的 芝麻你拿这些盖使劲掐它的时候 它都能掐出油来 但你今天掐那个豆子去 你掐黄豆 大豆能出油吧 你掐不出来 在汉唐的时候用油非常的不普及 所以那时候油是一个稀罕物 但是到了宋代以后呢 相对就普及了 所以我们看到宋代的文献起载上呢 就有一些炸眼尖的这样的字样 古代过去炸油啊 跟今天的不一样 古法炸油呢 首先